再多喜欢阿黎一点,可以吗? 公孙黎从小就很调皮捣蛋,喜欢跟隔壁的阿芳丸。 他们两个也经常捉弄卤蛋,每次卤蛋都是哭着回家找爹。 无奈的阿凯也是没办法。 来吧! 16岁的公孙黎被家人送去山东蓝祥学舞蹈,于是就认知了吉他王子高建黎。 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,他跳舞高建黎就弹吉他,惹得好多靓女妒忌他,于是靓女们经常拉他进厕所揍他。 我太难了。 18岁的公孙黎毕业回到家了,花心的他就跟阿芳去海边玩了,穿着比基尼跟阿芳在海边晒着太阳,吃着雪糕,这日子过得潇洒快活。 于是他晚上就去阿芳家睡了。 20岁的公孙黎参加了甲骨好舞蹈比赛,凭着鱼三五夺得冠军。 突然有人爆料本来他只能夺得亚军,裁判原来是他干爹老夫子,他才能夺得冠军。 你们猜猜这个阿芳是谁? 谢谢小可爱们,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。 妈妈当,妈妈当。